印尼勒沃托比垃圾垃圾火山 从11月3号大规模爆发之后 星期三就再度喷发 火山会更是直冲高空 为飞机航线带来威胁 多个亚洲国家航空公司陆续取消了 数十趟往返巴厘岛的国际航班 不过巴厘岛国际机场不受影响 将继续运作 印尼东部佛罗雷斯岛的 勒沃托比垃圾垃圾火山 星期三再次大规模喷发 火山会只冲10公里高空 影响周边地区 受到火山会影响能见度下降 多个国家的航空公司 纷纷取消往返巴厘岛的国际航班 导致大批游客滞留在机场 游客纷纷表示 希望能尽快离开回家和家人团聚 我们早上飞机航空 我们昨晚有证明 巴厘岛国际机场负责人表示 从11月4号到12号期间 已经有80趟往返巴厘岛的国际航班被取消 当中包括来自新加坡 香港和澳洲多个城市的航班 发展的发展 火山爆發已經導致當地至少9人死亡 31人受傷 以及超過11,000人被緊急疏散 判斷